在NBA有很多励志的篮球故事 如果细说下来 每一位球员背后都是一部充满励志的感人故事 而近年来 备受传送的一位篮球励志歌 无疑是大白鞭哈桑怀特塞德 很多球迷认为怀特塞德是NBA 重点型的表丝密集 如今已经成长为年薪两千万的热货当家球星 东部的热货队近年来迎来了重建时期 随着波什的患病 韦德的出走 怀特塞德自然而然的接手了这支 具有冠军传统的球队 殊不知这位中锋当年连球都打不上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想加入 CBA 却没有一支球队要他 也仅仅在中国的NBL 联赛打过球 虽然数据出众 但是 CBA 教练给出的理由是 水平低 很难适应 CBA 的强度 怀特塞德 1989年出生于北卡罗兰纳州 身高2米13 拥有长达7尺的臂展 在大学时期 怀特塞德 虽然得分能力一般 但是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防守罕见 篮板和盖帽方面 绝对是一把好手 大学时期的数据 就能看出来怀特塞德 是一名什么样的球员 17分14个篮板 11次盖帽 14分14个篮板 10次盖帽 14分11个篮板 13次盖帽 最显眼的当属盖帽 以盖帽来砍三双 防守能力可见一般 怀特塞德参加选秀前 被认为他的母版 是马库斯坎比 将来一定是一名防守 期待的2010年 NBA选秀开始了 结果令人遗憾的是 怀特塞德 仅仅在第二轮 总第33顺位 被国王队选中 外界质疑国王队 选中怀特塞德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当时国王队中 内线有野兽考新斯 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全明星 得分篮板防守样样抢眼 唯一可以解释的 就是选中怀特塞德 是给考新斯打替赌 果然不出所料 考新斯占去了 大部分的比赛时间 怀特塞德 只能在垃圾时间上场 还没热身 比赛就结束了 在国王混迹了两个赛季 怀特塞德毫无喜色 已经沦为了 无球可打的地步 破于在 NBA 没有了位置 怀特塞德 也将眼光放到了海外 中国当然是他的首选 2012年 怀特塞德远赴大洋 彼岸的中国打球 但是并不是 CBA 联赛 而是 NBL 联赛 他还带领四川蓝精队夺得了 NBL 总冠军 之后又效力于江苏同席队 场均砍下29.6分 16.4篮板 4.3盖冒1.3助攻 是同席队最终杀入 NBL 总决赛的功臣之一 正当他想加入 CBA 的时候 没有一支球队 愿意给他机会 2014年 怀特塞德重返 NBA 并被灰熊队 两千两财 都是短合同 当年的11月 热货向怀特塞德 伸出了橄榄枝 签下两年合同 薪税为175万美元 在热货队 怀特塞德迎来了 自己的春天 14分13篮板 12盖帽 16分24篮板 24分20篮板 22分14个篮板 和石盖帽 19分17篮板 11盖帽 这些数据 是怀特塞德 在2014-2016赛季的表现 毫无疑问 他把大学的那种野兽数据 带到了热货队 2016年7月2日 热货队和哈桑 怀特塞德 达成续约协议 7月8日 双方正式签约 新合同为期四年价值 9800万美元 怀特塞德逆袭了 典型的吊丝密集 看来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怀特塞德 再签了大合同后 他说道 CBA 球队都不要我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绝望 这是我的动力源泉 而火箭队的总经理 莫雷为了当年裁掉 怀特塞德后悔不已 他称这是白痴一样的做法 至于 CBA 教练当年 拒绝怀特塞德的理由 更让人啼笑皆非 同时折射了这里教练 识人的真实水平 本文内容为头条 作者原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